我们的写字的拉纸的面前完成的 老师当时写了大概四遍到五遍 然后你看他这张纸这么大 我们写的时候是切成这么大 然后裁成五六张 老师写了他不满意 我们就要从这一头拎着那一头拎着 然后经过大门拿到外面的走道 放在地上 地上也要铺一些报纸 然后走道摆不下还要拿到楼梯孔 就是总共跌了大概四五次 那最后这张老师大概觉得比较满意 其实不太容易因为笔要很大 然后笔的那种控制要很好 这支笔不是老师的 是刻意跟台中的一个书法家 叫简明山 明是金明 明显会过那个名山山上的山 他也是过去的全省美展的这个评审 然后跟他借 借了之后老师在熟练了很久 将近半年的谋合 这毕竟不是他的笔 就等于不是他的手一样 他没办法掌控很精熟 所以写了四五遍他大概都觉得不满意 总觉得减减一味 好像某个地方就不对不对 所以他一直对自己的这个毛笔 跟他之间的相处不是很满意 那最后这一件我们特别喜欢的是墨的那个浓厚度 各位看到他在写的时候这里其实有用力扎下去 你的压力造成墨的那个喷点喷散开来 这个是刚开始写的时候的这个状态 其他几张也有这个效果 但这张特别强 然后一个墨呢 从通天到通地 占满这个地方之后 它也不是直的 它立会有一点的清斜 一点点 然后接着这个海呢 清斜的更厉害 就像往这边靠一样 这是三个两个字当中的清斜的最厉害 然后到了测的时候又稍微回来 一点点 那到清的时候就站姿势 有看到吗 也就是说他在安排的时候就有点像扇形一样 扇形一样的 然后从左边的慢慢慢慢靠过来 到最后的经一个直线 来做这个的收尾 这也是一种书法的设计 就是对于这些所有的线条 熟悉一些草术的人都知道 所有的书法不应该有纯粹的直线 草术 所以老师在这里设计只留一根直线 来做为它最后的压轴 或者是最后的一个钢梁 我是觉得很恰当的 只是说它墨干得非常干了 所以它花了很大力气要做最后把毛笔 因为其实写字当中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就是调整你的毛笔的笔尖 你怎么写你今天要回到能够掌控的那个状态 或是全部散开来 散开来不能收拾 那表示你对毛笔的掌控是有问题的 但老师在这个部分都比我们精熟太多了 他33岁就拿到了这个53年文艺奖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山文艺奖 算是整个在台湾书法界最年轻就能拿到国家奖 这个不容易表现 所以他对毛笔的掌控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搞定 所以他自己讲话去练报纸 他跟一个阿伯就是经常说就报纸 他去跟他买 当时买的时候那个阿伯是不知道他要多少 他说我要 我要两车 两车里阿伯很多 下次他以为只有这次 没有他说我经常都要 他是靠练报纸 这是所有应该知道的专利排行场 所有的一些练习 大量大量的书行 搞定那些基础的自行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努力到这种程度是 到现在这个状态就是 卓然有成 我们非常的钦佩 这张其实后来没有考虑盖章 可能是我记得杜老师的说法是说 他本来是作为 原来我们有个舞台嘛 开幕那一天 那舞台呢 他背后是放了一个再具体 就是印刷的 噴墨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布置 那那个布置拿开之后 除了那件作品之后 他本来想要贴这件 后来大概没有 连续后来我们又写了另外一件 所以老师很勤奋 把也有这件来代表 后来他又说不行 他要再写别件 所以等下看到那边舞台 他写了另外一件作品 再给您讲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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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